原标题 二战时美军为何用原子弹轰炸王岛而不轰炸东京 事实原来是这样 作为中国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象一定是很深刻的 在战争期间我们国家受到了日本的侵略 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不仅是人力物力上的损失 更是对于精神的摧残 当时日本狼子野心 打着大东亚工农的虚伪旗帜 妄想侵占中国 按理来说中国疆域辽阔 何至于被这半碗小国所欺负 但无奈 因为当国家实力衰微 这才被人钻了空子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终当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枚原子弹后 日本自顾不暇 这才宣布无条件投降 原子弹的威力 想必每个人都知道 两枚原子弹下去 广岛和长崎死伤无数 而它的后续伤害也是非常的强 导致这两个地方即使存活下来的人 也经受了巨大的折磨 后来 日本一直在宣传自己当年受了多么大的伤害 甚至想要在美国高展览 展示原子弹轰炸后成果 但是美国却言辞拒绝了 因为日本对于战后的审判 一直是逃避态度 掩盖当年的侵略真相 但不管他们如何狡辩 事实就摆在那里 当年的南京大屠杀相信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现在不少人都在质疑 为何当初不把原子弹 直接投放在日本的京都 这样的话 直接炸毁他们的指挥中心 天皇直接丧命 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对于这个疑问 其实美国也做出了回应 话里话外表现出 他们当时是有人词之心的 当时美军知道 京都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 那里有天皇 所以才会选择不在那里投放 从这句话 我们就能看出 美国在彰显自己当年的仁慈 美国曾说 其实他们当年是列了四个地点 分别是京都 广岛 小仓 新穴 而之所以选择他们的原因 是因为 这四个地方是日本重要的工业 集军事基地 一旦炸毁对于日军的打击 是很大的 可以直接切断他们的军事后援 那么 二战时 美军为何用原子弹轰炸广岛 而不轰炸东京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不轰炸东京 是出于仁慈之心 而选择轰炸广岛 则是为了中国 因为当年被派遣去中国的日本士兵 大部分从这里处罚的 所以按照美国的说法 他们这是在帮中国出一口气 当年日本从这里派兵 如今就选择这里进行轰炸 一是为了让他们为当年的暴行付出代价 二是为了帮助中国复仇 笔者认为 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 固然是帮了中国 但是主要原因还是为自己出气 因为当年日本炸了珍珠港 而且按照当时情况来看 苏联作为中国的盟友 已经登陆东三省 想必就算是美国不出手 苏联也会援助 日本退兵是必然趋势 美国也就顺水推舟做回好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